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意味着会有很多钉子一样的东西阻止着你在浴室里太嗨 Elizabeth设计出了一堵带感音时的木墙 当洗澡时间超过了四分钟的时候 墙上柔软的小刺就会立刻被冲起 那些各种颜色的尖嘴就会催促着洗澡的人快点洗完 要不然我就戳到你离开为止了 这种虽然时尚但是讨人厌的方式 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洗澡的步伐 以免自己会被戳伤 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方式 能够提醒那些在浴室里忘卧的歌手们注意节约用水 小编觉得Elizabeth真实太脏了 最重要的她跟布置Speaky这一个作品 她还有一个关于节约用水的项目 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加关注水的消耗 不得不说还未人时的脑洞也是够让人佩服的 但是小编觉得不妥的是 在四分钟之后钉子墙就开始工作了 怕是有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洗澡了吧 要是能稍微延长点时间的话 小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哦 欢迎找进一圈四听 好事好玩有趣都逼多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都有 没时间见识我们快上车